皇娘别太难过 儿臣给皇儿娘请安 皇嫂万安 有书长公主安 坐吧 谢皇儿娘 皇儿娘 天气燥热 儿臣给皇儿娘 准备了燕窝雪梨爽 还请皇儿娘一场 难为皇后的一番心 哀家心里火烧火燎的 再好的东西也吃不下 皇儿娘牵挂端书长公主 皇上和儿臣的心思 也是一样的 皇上这几日 在秦镇殿议事 意的就是准戈尔之事 准戈尔之事有什么可在意的 达瓦齐拥兵自立 杀害俄傅 乃是乱臣贼子 怎的皇帝不早早地下令出兵 平定准戈尔内乱 儿臣身在后宫 怎敢智慧前朝朕时啊 后宫不得干正 好啊 你是国母 是皇后 哀家不与你谈正事 那就谈家事如何 阿臣昔耳耕听 杭绰乃哀家长女 先前下嫁蒙古 是为国事 哀家心里再不舍也不能阻止 可如今 杭绰丧夫 哀家只是想把自己 已够悲苦的女儿接回宫中 安度余生 哀家的这点为母之心 皇后啊 你能懂得的 儿臣懂得 儿臣也已为人母 懂得皇阿娘此心 皇阿娘只是想与皇兄 说句母子话 这个心愿 也请皇嫂能够带给皇兄 皇阿娘的意思 儿臣明白了 皇上 你一天都没吃东西了 要不要喝点甜汤 垫一点 嘴里发苦 吃不下 那画着圈儿的 是准格尔布和韩布 韩布与达瓦奇亲近 若是我韩布暗中支持 达瓦奇没那么快就兵变夺权 若是朕打准格尔 韩布出兵相助的话 那可就棘手了 那皇上要打这一仗吗 这一入下 江南各处就保水患 这休堤赈灾都要花银两 哪还经得起这战事啊 更担不起 准格尔和韩布两处的战火 端书长公主在嫁之事 皇上忧心 皇额娘也是 这与其两相礼互相猜测 倒不如把心里的话 说个明白 皇娘来找你了 朕的心里为难 不想见皇额娘 心里为难 是皇上已经拿定了主意了 朕能和前朝大臣说的事 也不怕跟皇额娘坦白 如若皇额娘 比前朝大臣知道的还晚 那就有为了皇上 仁孝治天下的本意了 但若是朕 说出的话难听呢 只要是真心的话就好 皇上啊 淑妃来恳请臣妾 接十二个回宫 淑妃也来求你了 淑妃对皇上是真心真意的 所以格外在意这个孩子 真是怕 朕与这个孩子相克 伤着了这孩子 皇上还是在意十二个的 所以才会这般担忧 其实天下之说总有虚处 未必沉沉 可是母子怜心却是实实在在的 还恳请皇上能允了淑妃的请求 朕是个阿玛 虽在意天下之说 但又盼着孩子平安 建下之主 不一定是 channels 别烦了